我要先替這個鋼瓶來開始說 因為我們目前為止很多人 對著這個人物要做鋼瓶 都會受我驚訝 你知道怎麼說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抓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背後要做鋼瓶 一定要說好話 好話就說 你剛才給我那個英雄 最親的地方是哪裡 你要說一個重點 你給我感動的地方是 你給我這個鋼瓶有很多人 很大聲 或是說你說的那個故事 說到這樣很有啟發聲 或是說什麼 或是說 你這樣說到我們大義大都好 笑到這樣 讓我倒閉 這個就無論是 你這樣說出那個理由就是 你有感動你的所在是什麼理由 我有欺負新的地勢 或是我有不規劃到我 或是說 阿哈 你說的觀念 我沒什麼贊成 你這樣分手下來 我覺得 我有給你遂學到 這個目的 這個人說的這個 演講的目的 他有達到這個目的嗎 你頭一句話要說出來 我們說我們演講都有目的嘛 有這個目的 要影響有那個影響 有那個影響 說這個 講的人說完之後有那個目的嗎 你頭一句話要說出來 再來這裡開始分析 分析 你不要自己自從 都有抽策 你按照抽策來講就好 好啦 我們頭一句話 怎麼介紹 沒有要求這個 演講人說要做什麼 抽策什麼都沒有要求 但是要去分析 他有什麼優點 他有什麼 叫什麼地方 你看這個辦事 雖然是說 我們這個演講回來是頭一句話 不過我看他好像高手的 我看你跟他講 他這樣說啊 這方面 那是 但是我覺得可能 在未來的演講裡面 他還會學到很多機械 包括說怎麼用手指 用手指 包括怎麼用聲音 這個我們就要期待囉 這個差不多 頭一點你一定要這樣分析 因為為什麼 因為剛才 演講是沒有要求我們做這些 抽策 做這些 他沒有在叫我們 分析 參考就好了 不要待會變成那個冰箱 那個 心中高病 再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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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讓他建議 對不對 好不好 我感覺是這樣 給大家注意 建議的地方 不是你說什麼 不是你說準 神 怎麼你知道 你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聽一下 去聽 去看 去感受 所以你是講你的感受 說不出來 不是你說的準神 對 你要講你的感受 我感覺是這樣 我看到你 哪個地方 我感覺你搞到的 不說很清楚 我聽不懂 用這種的角度 來分析 你要 你要讓人的 建議 最重要的就是 結尾 拜託 我們的工程 結尾 一句也好 兩句也好 要跟我們鼓勵 你不要 那個意見 說完了之後 好 這樣就好了 阿伯婷 他還說 人家的印象 讓人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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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有照顧 你照顧媽媽 還說 趕快去照顧 趕快去照顧 所以你說 啊 只是說 我剛才聽了那個演講 可是我有學到什麼東西 感恩 感恩 你跟我們說這個事情 所以說怎麼樣 你要結尾的時候 最好的 結尾 你如果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跟你說 你要給我們 有感恩的心 讓這個演講者 感覺 他說 他要出來 有那麼多時間 準備來這裡再說 有什麼 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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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我們這個 工廟的時候 你要把那個 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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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這些玩玩 這個是感到的 價值 那我也是感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